美國國務卿蓬佩奧9月29號 造訪希臘克里特島北約基地 表示支持北約盟邦 支持希臘與土耳其展開對話 化解地區緊張情勢 蓬佩奧也警告 中共試圖在這個區域利用經濟實力 以獲得對歐洲民主國家的戰略影響力 他還表示 我們感到非常自豪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以及其團隊 正在開發和推廣希臘的數字疆域 包括大量推廣第五代通信網絡建設 我們很高興他們也加入了清潔網絡的行列 希臘被視為中共一帶一路戰略中 與歐洲國家合作的橋頭堡 而清潔網絡行動則是稍早前美國發布的 在電信運營商、移動應用程序、應用程序商店 網絡雲服務和海底電纜五大領域 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國設備和技術產品的行動 並呼籲各國效仿 希臘是因為本國的經濟問題 所以它在一帶一路這個問題上呢 它比較傾向於中共 這是它過去的一個做法 現在蓬佩奧講話就是歡迎希臘加入清潔網絡行動 這句話的意思就等於是希臘已經確定要和美國 在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 它站在了真理與正義的一邊 美國副國務卿克拉奇 目前也在歐洲推進清潔網絡行動 這次蓬佩奧到訪歐洲 顯然有更多事務需要推進 在啟程前 他接受美媒採訪 談到了中共在中東及全球的擴張 並闡述了美國結束對華綏靖 開始對抗中共的戰術 包括建立全球聯盟反擊中共 他說 我走遍了全球 確保每個國家都明白 這不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問題 這是一個挑戰 要確保下一個世紀不是中共的世紀 不是由專制壓迫政權統治的世紀 而是由相信法治 有序自由和國家主權 作為核心基礎的政權統治的世紀 中國問題學者薛馳把今年形容成中美新冷戰援言 他表示 美國一直有聯盟戰略 其進展取決於三個因素 對華政策選擇 如果像歐盟日本一些政策的搖擺 都會迅速地得到調整 那麼美國在全球建立反共聯盟 應該會在預期取得巨大的進展 目前 歐洲國家的態度逐漸明朗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信息顯示 英國 捷克 波蘭 瑞典 愛沙尼亞 羅馬尼亞 丹麥 拉脫維亞等國家已經表示 不會在5G網絡中使用不可信任的供應商的產品 法國 印度 奧地利 韓國 日本和英國等國的主要電信運營商 都已拒絕使用中國共產黨監控體系下的工具 德國外交部跨大西洋合作協調專員彼得·拜爾最近表示 無論11月3號 美國大選最終結果為何 歐洲必須和美國肩並肩 共同面對來自中國的巨大挑戰 而日本政府正計劃呼籲美國、德國、英國、荷蘭進行合作 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生物技術和極因素等四大領域 共同制定新的出口管制框架 因為一旦這些技術出口給中國企業 可能在中共當局的指示下 被用於軍事用途 然而 中共官媒在報導中將蓬佩奧所說的 反制中共聯盟 寫成反華聯盟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9號批評蓬佩奧 稱那一天就不會到來 旅美中國問題觀察人士張健表示 按照中共一向的話語習慣 它所謂不會到來 正說明那一天已經到來了